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很好的控制血压 血糖 血脂 等等 这才是治本 一些糖量病病人来说 如果发疹成为尿毒症期 我们就建议尽量用胰岛素去治疗 这样对肾脏的损伤会有很好的一个保护 同时也减轻肾脏的负荷 那么很好的药物 保护我们肾脏的 有我们的中药 也有我们的西药 比如说精髓宝 百灵胶囊等等 对我们的肾脏都有一定的保护功能 但是这些药都不建议我们的病友 去自行盲目的使用或者是采购 更不要去进行一些网上或者是传下一些谣言 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损伤 还是要到我们专科来 让我们的专门的医生来给你指导用药 这样才更安全 感谢观看